人不跟我们活 这个是应该的 我们要跟别人活 也是应该的 为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 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 我跟他活久了 他自然也就给我活了 用什么方法 下面会讲到 一定要用四十法 是 是受众生 是受众生 就是我们今天讲 劝人学佛 你就懂了 用什么方法劝人学佛 佛说的这四种方法 首先自己要做一个善事 基本的五战 基本的五战是神 六活六波罗 最重要的 就是这四条 第二是五战 第二是神 第三是六活 第四是六度 只要做到这四颗 你就是真正佛地子 你就是真正的 你就是真正的弥陀 你就是真正的弥陀 因为你是神正的弥陀 因为你是神正的弥陀 祝佛尊重 弥陀 为光中即尊 法中之王 佛中之王 所以 弥陀第四是特别受到 祝佛如来的尊重 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很简单 五戒 十三 六活六度 法菩提心 一向专业 就这么简单 这个你也是做不到 你不具足 你就不是弥陀地子 假的 不是真的 祝福 不会赞叹你 善神 不会拥护你 鬼神 瞧不起你 你的灾难就多 灾难是这么来的 不能不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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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